在此时此刻的当下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永久性的例外状态 欢迎收听例外状态 希望您能够跟我们一起 用理论对他在生活 进行一场思念的反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另外状态的在地主播胡道秋 我是北角子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但是我是第一次见 然后鬼阶子是第二次见 对 何肖峰 我们先让他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是何肖峰 然后现在是一名图书编辑 然后也是一名自由译者 我主要关注的领域的话 是精神分析还有女性主义 对我们经常能够在这个国内的互联网圈能够看到何肖峰的翻译啊 不管是在豆瓣啊还是在这个 各类公众啊 各类里的公众 因为我们几人都有这个翻译的经验 而且我跟这个胡桃秋翻译的这个巴特勒 终于基本上快结束了 对已经交给了编辑 我们在翻译的最痛苦的时候 遇到了何肖峰 对那既然我们三个人其实或多或少都有点翻译经验的话 我们可以从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着手 就是大家觉得翻译好玩吗 因为有时候也挺毛躁的对着那个电脑 一个一个单词这样子作梦来作梦去的 不知道不知道何肖峰觉得翻译好不好玩 然后你觉得理论翻译跟其他的翻译 比如说小说啊或者诗歌 你觉得那些差别在哪里 对我们分享一下 对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理论翻译可能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奇怪 理论翻译我觉得它比文学啊 等很多翻译要更加的简单一些 对因为我会觉得文学的翻译 它因为原作者他自己就是在修词上 在那个文字上做了很多的功夫 然后作译者的话 其实需要把文学那个 因为作家它有很多的原创性 需要把那些东西传达给中文读者的话 就会非常的困难 相对来说那个理论方面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那个作者它绝大多数作者 除了可能法国有些作者以外 绝大多数作者 他其实是更想要把他的那个思想 把他对于一些 我们就说传统上的一些那个领域 他的那个理解传达给读者 所以我觉得作为理论翻译的话 我们更多的那个任务其实是在做这一块 就是把作者他的那个理解 然后谈到给中文的读者 嗯对其实可能就是理论翻译 基本上只要这个译者他读懂 对他的翻译就不会太差 但是小说诗歌这一些好像大家都能读懂 对 但翻译出来不一定 是的 对不一定好看 对就从我的角度上也是 是因为就是呃我们很多人就是在国外读哲学 就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感受是说 你用英文啊或者是法语去读哲学 完全比读文学简单很多 因为哲学他用词其实比较简单 对就是在这个语言和词汇的这个复杂性 这个层面上文学文本 还是要比哲学文本高很多 哲学其实还是总体来说 它还是基于一个这个呃 微微 unclear 就是清楚明白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表演 但是文学呢 他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隐喻啊 你如果对这种包括他的引用 你不熟悉 他有很多的这种历史的传统 其实不是特别能够读明白 对这可能跟我们待会要讲的有关 就是可能我们讲文学翻译 还比较讲究雅智要有点雅 对但是可能理论我们就呃 首先是肯定要信 能够达得到那个意思就差不多了 但是至于雅不雅智好像我们也不太不太去警察这一些哈 对对其实其实总的来说我感觉大家如果是用中文的这个翻译去读理论 你可能感受不到什么特别优美的东西 对这个这个样子之上肯定是达不到了 对那那对读者来说可能 可能面对一个那个离个文本吧 就可能就是直接面对的中译本 但是译者不是这样的 译者你可能你还是得先看英文 包括包括小峰他也会看法文啊德文都会弄一点 那可能第一遍第一遍你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也会很懵逼会会绝对会第一遍的时候肯定是会的 我我觉得呃刚才你也说到翻译好玩不好玩的话 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翻译最好玩的一点就在这里 就是我在翻译某一位作者他的一个文本的时候 在里面就是就有点像星从本亚迷手的星从 就会在里面找到很多其他作者的那个痕迹 然后呢顺着这个痕迹然后顺着这个 然后去读那个其他作者的时候 然后你就在你就发现各个不同的文本之间可以串起来 然后呃刚才说就是你说我读第一遍会不会蒙逼 这个也是就是往往的话就是假如说 这个作者他里面所谈到的领域他里面所引用的作者 他里面的那个各个学学的术语或者话题都是我闻所未闻的 那就会非常的难 但是假如说比如说呃我们现在如期的课 然后他里面引用的基本上是配格和拉康 让你发现配格和拉康的这个东西你很熟 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有意思 嗯对对这其实影文也跟本亚迷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我们主要还是想从本亚迷的语言观出发去聊一聊翻译的这个事情 所以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呃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概念吧 但是我们可以先从一些比较生活化的概念来讲起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文科黑话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这个文科黑话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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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不知道我们这些你们这些搞理论的 对吧跟译者们给硬硬抠出来的东西对嗯 我不知道呃大海小峰你们怎么看对大海还跟那个作者有直接的对话 嗯对对就是呃其实我已经不太能够记得他当时的那个主要批判是什么了对吧 但好像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当今的这种文科黑话的一种增值其实是有一种是什么 他的他的他的二个文是什么可能还是觉得是呃 学术生产跟大众传播是不同的吧嗯嗯有一点脱节我感觉嗯他他还是比较批判的他就他当时他可能 会觉得当时有很多词什么呃内卷啊什么鬼训啊鬼训啊对对他主要是 补课也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对象但是觉得这些词有点用烂了是吧 然后失去了原本的含义在这个大众传播的已经当中 呃一方面是这个吧还有一方面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就是 学术却有点故故作生辟就是弄就是造一些非常急去熬牙的词语 大家有点摸不着疼了对但是有时候是不是在翻译中间也很难 就是这也很难去平衡你因为你要把一种语言变成另外一种语言 可能有时候有些东西就是就表达不出来只能用一种很黑话的形式表达出来 对我我可能就是偏下于这样子一种问题我可能会觉得其实呃 在翻译来说的话不太存在所谓这个那个文科的黑话 因为我会觉得呃我们刚开始接触那个西方哲学尤其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呃 特殊性我们可能刚开始接触的就是德国古典哲学 然后在这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些概念都是根本无法在中国里面找到对应的一个 一个现有的一个词语然后我们就说最常见的这种存在啊 但这个词已经是争论不休的一个词我们如果呃非要在原本里面找到一个词语 来翻译这个存在可能就就会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啊对所以就是其实这个是回应的就是说它本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文科绘画比较脱离大众脱离日常生活的语言然后很难进行理解这是它的一个批判点 然后我我还想到突然就想到它第三个这个点呢就是他们他把这个问题又拉回到这个阶级层面 他就说是谁喜欢他妈用这些文科绘画他就说是他妈家里有没有钱的中产阶级小孩 然后他妈跑来读文科我们都是无论对吧这个是我你应该还记着咱们还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太记得了 因为那篇文章对当时出来说我们讨论我们觉得他的论述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他出发点和最后的结论都都跑偏了 所以我觉得他的批判不是很能力 就我对这个东西的反驳是啥呢 就比如说他批判这个文科绘画 我是认为他没有就是把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文科绘画 或者是文科这种术语人文学科的这种术语的这个具体的历史运性 和这个脉络去散发出来 那你觉得语境是啥你使用 对我使用的语境我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就是说我其实是大概是在本课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些东西 当时就是读这个文化研究导论 然后接着就是读了一些这个 就发现你是在这种文化研究导论和这种批判理论的这种书里面 接触到这些东西 那我就发现在最初去读他们的时候呢 他会给你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就是说由于你读了这些词 这些概念和背后的论述 发现他把你自身经验当中和脑海当中所经常思考的一些东西 你自己不知道如何进行表达 他帮你很清楚明白的表达出来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他也是 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黑化或者是理论的这种大语 他非常的流行 其实也是作为一种时代的这种症候而进行出现 也就是说大家是有一种集体的这种情绪 他是刚好被这些词语所凝结和固定下来 至少在这个层面是我们作为一个这种理论和这种文科术语的这个接受方 做代表的一个时代的精神 我你说的这个我会想就是我会想到海德格尔 比如说他的那个我们说被抛啊 被抛到这个世界上 但比如说我们在世存在啊这样子的一些术语 我觉得就是这些呃情绪可能就是我们日常能体验到的 然后海德格尔很好的帮我们去表述出来 对 然后就有一个这个作品让我非常受到震撼 或者说也觉得很有意思 是一个艺术家他把这个呃关于隔离的这种政策的语言 他全都用一种这种呃随机生成的方式来生成了一篇长的文章 然后并且用这个蜡模仿出来 然后让你听到就是看似就是似是似而非的这种中文词语 但其实现在已经大面积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我无法在这个里面进行思维和探索 呃所以才需要去借用这种他者的语言来进行 就是我觉得那你们两个其实讲的有点点不是同一个层面的事情 因为因为我觉得呃小红讲的那一种黑话他有一种无奈 因为就是你一开始面对的就是空白 他没有对应的东西 你必须得自己去去找一个对应物 那可能这个过程中就有点有点创造性 对但你的那个就是出于一种策略 就是我去使用他 对就是好像是两种不同的黑话 那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包括我们上一上一期录的 我本身认为创造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很酷的反抗性 他本身就是反抗意 当然挪用啊这些也是这种反抗 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更加直接的反抗 但是呃就是语言本身的什么 afterline 对对对 这个可能我们后面也会聊 对 那回到翻译吧 回到翻译的话 呃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呃 经常会讲的那个翻译的准则就是性达雅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可能呃我们在看小说啊 看诗歌的时候会讲究一些雅致 但是理论文本就不用说普通读者的这个有点深色 就可能我们学都学理论的打开有时候都一头雾水 对今天其实我们下午也聊到了一些呃很久以前翻译过来说 比如说巴特的那个全力精神生活 其实豆瓣上面会很多人说这这本书翻译的真烂 这不太行 但其实也挺无奈的 而且那本书我们也看其实都还可以 他可能已经已经达到了某种意上达到了这种性的程度 可能就是不够也不知道就不知道你们两个怎么看待理论翻译中间 就性达雅之间的妥协呢 或者是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间结合你们自己的经验 你会怎么去平衡对 对因为我之前一直是在做图书编辑 所以我其实在学术翻译这一点上 我觉得呃我的观点可能会更加激进一点 我甚至觉得呃达甚至是我们要 哦信和达是要做到的 呀甚至是我们要避免的一个事 因为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译者 他特别的喜欢滥用成语 他很多时候 我觉得滥用成语你是他的一种无能 他找不到一个词语去对应那个英文词语 他就去找一个成语 但这个中文的成语真的 百分之八十都是对不上的 是吧 嗯啊 所以所以不光是这方面的呀 然后除了成语的话 他他也是比如说很多 在用到一些形容词和副词的时候 他就会用一些很 很奇怪 甚至就是好像在新的汉语已经不用的一些词语 去去对应那个英文 嗯这个是很多译者 他去追求这个雅的时候 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我会觉得如果说 从学术翻译来讲的话 信和达就是他的重要程度是非常高 远远高于那个雅 雅甚至可以去忽略不计的这样一个事情 嗯对 但是那有时候我们可能 不一定是雅 可能就是我们会希望读起来稍微 就是通顺一点 或者稍微就是平易静人一点 而不是那种很硬的翻译 有一些翻译 他虽然可能是就是可信度比较高 但是非常硬 就是一字一句这样对应过来 那有的他可能就会用自己的那个话串起来 比如我们之前经常讨论那个 精神系上学的两个译本嘛 然后你不是觉得 对你有自己喜欢的译本 我就是一直特别喜欢赫林的这个译本 因为我会觉得他 他不会去硬抠德文的那个句式 他往往是把一个可能长达三四行的这样一个句子 整句话的意思先理解了 然后他再用中文的语序来把它表达出来 他不会 我觉得我在做不说编辑的过程中 我觉得大多数译者犯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定语重句的处理 他们往往会把定语重句按照原文的那个语序 就最多是比如说这是一个杯子 这个杯子它很漂亮 这个是这么近拍 然后我们我们看就是赫林的一本 以及那个时候很多比较老的译者 你去看那个他那个中文的一本翻过来随便翻解 你很少会看到一个句子一眼就能猜出来 它原来是一个定语重句 嗯 他都会把它拆掉进行一些拆解的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比较理想 但是可能现在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译者们来说 他还是不是会有问题 困难是在于就是说可能很多人可能外语不错 但是他可能中文不是特别好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大家会觉得一个译者他到底是应该 外语随便更重要一点还是中文随便更重要一点 其实这个跟本雅明的那些也是有关系的 就是译者译作跟原作他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译者的这个主动性有多高 或者说我们要译入的这个语言的主动性有多高 和被译的那个语言 原语言之间哪个的地位会高一些 还是说 嗯 要达到多少的忠实成果 然后就我个人来说 我会觉得 呃 就是译入语 他的这个 优先性更高一点 就是对于 就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对于汉语 对于中文的掌握 对于中文的掌握 的重要性更高一点 嗯 你觉得呢 所以我不是讲的一些我朋友 哈哈哈 所以 对哦 所以我就是给你找病局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吧好吧 对那其实刚刚也讲到了 呃 已经讲到了很多贝亚明 嗯 然后我们也讲了很多呃 呃 原文跟译文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可能现在我们接触最后就是 呃 中文跟英文嘛 人跟英文之间的对话 但就是我们读北亚明的那一篇 非常有名 但是又非常灰色的那个 翻译者的任务 或者是译作者的任务 嗯 就1921年的那一篇 嗯 我们会觉得他好像讲的既不是原文 也不是译作 他好像讲的是另外一种语言 嗯 嗯 北亚明有个概念就是纯粹语言 我们也 一直都摸不太清楚这个非常悬的词是什么意思 嗯 什么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 有有一个概念我觉得肖峰敢知道 叫做豪杰义 对我知道 哈哈哈对 你你解释一下喽 嗯 这其实我这个就是呃 当时民国的时候 尤其是受到日本的影响 嗯 当时呃 嗯 很多很多 当时的很多翻译家 他可能都是那个 从日本留学回来 日本当时的那种翻译就很流行 这样一种译法 他他就是对于原文的忠实程度 其实就比较低 他而且他甚至自己会加入很多东西 删掉很多东西 嗯 然后我们在民国的话 有的人可能会拿那个呃 呃林书来做一个例子 嗯 他的很多呃作品 甚至可能让原作者来看 他都认不出这是他的作品了 对 比如说比如说他原作品 假如说他是在呃讽刺当时的呃 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某种道德啊 然后他可能就甚至把里面的一些 场景直接切换成清朝末年的一些场景 来讽刺清政府了 他就会做这样子一些事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跟我今天看待翻译的这个 角度不太一样 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今天当下的这种翻译会比较去忠实这个原文 但是其实在那个时期翻译的任务 其实不仅仅如此 他更多的是 呃希望通过一个翻译的过程 一方面是来接介绍这个西方的这种思想 那另一方面呢 他其实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影响或者是呃 跟本就是有一个本土化的处理吧 就是对他其实是对 你你把翻译看作是一种社会呃社会实践 他其实代表了那个时期 在那个语境下呃这些人这些译者和整个社会 他是如何去接受一种文本一种思想 包括一种文学 就就拿林书几例吧 我其实之前去专门在这个广东大学 我的一个朋友爱其实就是这个苗大 苗大他请过这个一个老师专门讲讲的一些林书 就是林书的这个翻译是什么呢 其实林书帮比如说茶花你就是最经典的一个文本 是林书翻译的 然后这个但是林书很很很屌的一点是什么呢 你他妈不会法语 他不会法语 这样怎么也没有技法 他他也是一个合作者 就是他有一个朋友 然后那个朋友会法语 然后把他那个朋友把那个先翻成中文 然后朋友相当于那个翻译集 对对对对 然后念给林书 然后林书在他自己在在翻译成中文 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对这个翻译的过程 他其实自身是这个作为译者 他是很有agency在里面的 他是他的这些改变呀感动 他其实隐含了很多政治的意图 他希望介绍一种新的这种情感结构 我们说茶花是一种这个爱情的一个故事 他的一个谈论爱情的对象或者是欲望的对象 他是一个妓女 但实际上这种情感模式可能在当时的这个清朝 他也是在特定的阶层被人所接受 就是比如说尤其是世人阶层 你才去青楼去找这个锦 但是这个爱情故事他翻译过来之后 他就是在这种艺术间洛阳指挥 就所有人都去读这个东西 以至于这种这样的一个西方式的这种可能 我们简单称作为现代爱情 他被广泛接受 所以这个其实实际上是对翻译的一个 很社会化的一个角度的去理解 蛮贴切笔亚明的嘛 你去讲讨论翻译者的任务的时候 就是把翻译者这个人单独拉出来强大他的agency 然后去强大他有一种职责在那里 对 就而且这个就是而且重点是啥 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 同样是一个文本 比如说长发女这个文本 他在不同的国家他的接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在中国就是你去问受过小学教育的人 他都知道这本书 他他不一种读过的他可能知道大概的意思 对吧 这个就是因为林书当年翻译 以至于后来有不同的翻译 但是他那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鲁迅在当时就讨论过这个东西 就是林书那会儿每翻译出来一本书 然后都去买都去读 通销读 然后有一天呢就是我本科时候 我就在读这个书 我就读这个茶花女的时候 然后我我的一个历史老师 他研究中国历史 在学校里面碰见我 他就问大海你在读什么呀 我说这个茶花女啊这个 我真说过这本书但是我从来没做过 也就是说至少在他他作为一个美国人 他在这个美国教育长大 这本书可能对他们就没什么影响 但是他们的对这本书的这种接受 就跟我们完全不同了 我觉得黄晓明那篇文章里面好像好像有类似的话说到 他说好像一些概念 我不知道面包那个例子是不是也是这样 他说这个同样的一个概念和同样的一个情节 或者同样的一个故事 他翻译成各种语言 这些语言之间好像就会形成一个新宠的关系 对对茶花女的各种译本之间 其实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种关系 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有点像 有一个关于茶花女的这样一个新宠 对 然后不同的译本就是新宠上的不同的那一个小猩猩 他们他们连接在一起就是构成了这样一个 对 然后这样子我会觉得其实他类似这样的想法 其实有点削辱了原作的那种 他不会是特别神圣特别那么重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有点有点后现代的那个味道 其实包括无论是你刚刚讲的 本亚明也好 还是他刚刚举的那个茶花女的例子也好 就是都一方面就是非常强调那个 单译者他的那个主动性 就好像单译本身他不是一个模仿行为 他不是这也是本亚明批判的 如果你是想很拙劣的去模仿你的那个原文 把他的意思照搬 那你绝对是一个非常差的一个译者 对 他还有说到说如果你只是为了那个 读者去翻译的话你也是一个很差的意思 对 你既不能为了原文翻译 也不能为了读者翻译 但是你要为了什么翻译呢 他说翻译是一种意志形式 我们也非常纠结 他所说的这种意志形式到底是什么感 这个意志形式是signification吗还是 因为我看他里面用了一些相学的词语 比如说意象性 是吧就是 嗯对对对 那在他当时一九二几年的语境 应该还不至于用到里头的这才 我觉得应该还不至于 OK 应该不会有 他可能还是更 普通一点的 对 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意志 或者说志情 就是还是可能跟索续尔那件事相对的 对对对 那种 他可能还是讲的是一个 一个词语 他跟他所指的对象的之间的一种观 嗯 嗯 对那既然我们也聊到了这种就是 呃 词语啊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所指的具体的东西 那其实 嗯 因为 小说确实还是比较特别的嘛 它有一个故事 它有一个很强大的语境 它有一个世界 世界在那里 嗯 当然 可能理论也有一个自己的世界 但是这个 嗯 这个世界主要还不是通过情节进入的 是主要还是通过概念进入的对吧 对 嗯 如果我们说那个做理论翻译的那个 呃 译者要有一种主动性的话 会不会是 不是创造一种故事 而是创造一些性的概念 可能创造概念本身就是一种 这种 不知道你在 你在那个 我不知道何乔峰在翻译的时候 有没有创造一些概念呢 嗯 我要想想 我 创造一些概念 其实 其实我觉得 呃拿精神分析做例子应该是比较好 因为我们 其实国内的精神分析的那个译本还是比较少 尤其是拉康的这一块 嗯 所以我觉得呃任何 那个去挑战拉康的译者的话 都是要去创造很多的新的概念 比如说 嗯 是拉康的有一个三界理论 嗯 前面的两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第三界就是the real 的这个译法 又很 就会有很多很多 真世界 真世界 像 像这个的话其实就完全 我就会觉得它完全是一个创造性 因为它 它一旦我们 假如说 呃某一位译者 它的译法在二十年后被大家公认了 嗯 那这个词他一通有可能就在汉语里面扎根 对 嗯 而且我就是对比如说这这一类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 嗯 其实就是惯息 惯息 哦 就是惯息是李猛他们当时翻译过来的这个概念 因为李猛最初翻译的书其实就是库尔迪厄 嗯 那个虽然说的很难 所以应该就是什么 呃自我分析大纲还是时间里的大纲 他他翻的 嗯 对 但他们就是主张把这个 就是翻译成惯息啊 而不是习惯 知道一些深屁 对 有一些陌生话 对上陌生话 因为不然他就很难被当成概念 嗯 一个值得被着定强调的东西 那其实也有点故意黑化的感觉 对 其实其实我跟你说嘛 咱们应该大家都稍微学过一点法语的吧 就是你如果稍微懂点法语 你去用法语去看他们写的这些哲学啊 理论啊 这些概念 其实有很多词是特别日常的 特别日常 在法语当中 是的 但是如果我们翻译到中文或者要用中文的一个接受他们 我们不能拿这些特别日常的方式去接受 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有一种就是让读者停滞一下的感觉 哦对 是吗 对这个就连到北亚明这里来 嗯 就是他就是要打断 对啊 就是让让你的那个思维突然旋制起来 就是让你感到不舒服 让你感觉到两种语言之间有一种力在冲撞 然后你必须得停下来去思考 哎不对劲的地方在 这个概念 因为他这个东西比如说在原文当中 虽然说他使用的这个词可能很严重 因为自我去定义 就是说你去读那些法国的作家 就比如说像我对这几个例子 不是朗西埃 那他就说我教首先定义政治和这个治安之间的区别 嗯 这个什么是what is politics what is politics 但是其实大家以前理解的这个politics 就是朗西埃说的police 对不对 那他是可以通过用这种定义的方式 就是去让你去理解他 但是中文的话你 就是 嗯 其实这个东西从语言上可以解释 就是说 他叫做一个 就是信息的一个 复杂的就是 re redun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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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我要想让你知道一个东西 我可以只把这个信息表达一次 但是他同时也可以在一句话当中 把这个信息表达多次 这个多次他就是一个redundan 他需要把这个他通过这样的redundan 去给你强调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其实比如款式啊很多的这种呃 配话都是这样 嗯 但我也有一个例子就是我跟萧峰之前弄那个 battle 论爱的那篇文章 其实我我会把object这个词全部都翻译成对象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谈爱的话 你把它翻译成特体 就会很难受 但是如果日常生活中 我们都会讲你谈对象呢 嗯 他就是个object 对对吧 对这个这个就是比如说 伯雅明说的对于这个词的词的 词的意向性的不同 就是intentionality 就是你这个词你在你的这个不同的语言当中 它是有一个意向性的 虽然说他同时他的所指 或者是他这个这个signify他的所指 可能是同一个东西 嗯 但是出的这个意向性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你说课题和对象 因为当我们说课题的时候就是 似乎它是一个 是在这个主课二分的这么一个框架下 关键是如果你你用课题 你总觉得你在读一本哲学书 你在读精神现象学的之类的东西 但是那你用对象的话 你就很容易带路 你就觉得是在讲爱情 嗯 对吧 嗯 我当时是出一种想法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哈哈 这样这样其实的话就是 像刚才大海说的 他说好多那个 呃其实在法语和德语里面 其他他明明是比较常用的词 然后呃如果说 其实说说object这个词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词 对 他有的时候我们在翻译拉康 或者在翻译一些哲学家的时候 他他其实是一个物 就是一个东西或者物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 会把它翻译成科技和对象 这样有的时候 就造成这样一个陌生感 像我在学法语的时候 其实我就发现这个hongkong hongkong这个词 其实特别 这好在法语里面是挺常用的 但是在英语里面就不常用 英语就是encounter 就是相遇这个词 对啊 因为他的法语里面 其实就是meeting 所以你两个人见面他就算hongkong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基础的就是AE level的一个单词 但是呢比如说这个我都知道这个像晚千尔都赛 他有一个这个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 然后并且他的这个学生们去讨论偶然性的时候 也都是谈论这个会用这个相遇这种事件这样的一些词去去谈 就是这种东西你再放到中文来 你就会对他有种很特殊的理解 就是你可能对吧 你这种相遇啊事件啊 这种偶然性的这种感受就很不一样 所以说我是学了法语才叫hongkong 对吧 这是一个很basic的一个东西 对 对 那比如说肖峰你在翻译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让你困惑的 或者你觉得比较有你自己的创意性的一些发挥呢 我说一个最近的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吧 就是啊最近在翻译一个呃 斯皮瓦克的一个小文章的时候呢 然后他那个题目呃 说呃 嗯 对对就是这个底层的说话 对就是这个然后就是在这里的时候 我把这个标题翻译成那个呃 呃庶民能否发生嗯 是你再骗了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啊 啊 呃 我说我重新说话 我说 对 对对对对 啊这一篇这一篇的话 我原来的标题是那个呃 死这个词我用的是死亡 嗯 然后我会发现就是很多这样子的呃 双阴阶的词 他更加的口语化 我当时我就我觉得这个死亡对我来说 他更加口语化 比如还有这样一些例子 比如说那个 嗯 有有有 德亚民有的概念就是说那个 law making 呃然后law keeping 前面是那个 立法和制制制定法律的那个过程 还有一个是维护法律 立法和制 对 然后有的人就会用单英节翻译成立法和 那个法 然后然后的话 我会觉得那个翻译成那个制定和那个维护 这样子更加的口语一些 然后我最后就是在和那个编辑沟通的过程中 他就会觉得那个死其实比死亡更加口语一些 包括他可能会觉得立法更加的口语一些 立法相对于什么更加口语 就是制定法 然后死的话跟死亡 你会觉得哪个更加口语一些 那肯定是死亡更加口语吧 死亡就是书 对我觉得这个点还蛮有意思 因为我会平时在大多数的时候 编辑稿子的时候 会发现双英节词都是更加的那个口语化一些 但是很多读者会觉得那个单英节的词更加口语化一些 嗯 对我觉得可能如果从形式上去理解这个情况 是说就是可能文言文台大多数是一个单英节的词语 而白话可能是双英节多一些 但是从形式上是这么去理解 但是你具体的这个加入内容的话可能 要有一些证别 我我其实本想明那篇文章还有一个点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他其实好像对于 呃逐字逐句这样子的一个翻译 还是持一种可以说是推崇的态度 我觉得他这个观点其实呃会就会跟他前面说的很多观点 会有一点矛盾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应该去执意 比如说呃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他现在已经有七个还是八个译文了 嗯哼就大家为什么会不停的争论 然后有的人认为就应该就是把康德的那个完全的句实一模一样的这样子 好像好像翻译一个呃非常神圣的文本一样 嗯就这样一个单词一个单词这样对应一下 我可以甚至连标准符号都要去跟他一样 对我可以提供一个理解方式就是这种应语 就是他甚至都不要执意了叫应语 就是我假设到这种方式叫应语吧 鲁迅其实非常推崇这种应语 为什么呢你要你要这么去想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鲁迅当时为什么推崇应语呢 他是他是这么一论述的啊 我当时也忘了在那块书里面看到了 反正因为我们也讨论语言和翻译嘛 就是因为就是在我们 比如说我们先回到鲁迅的那个时期嘛对不对 就是在这个白话文运动的时期 他们为什么要去做白话文呢 就是包括重新去改革这个现在汉语的语法的句式 他是借鉴了很多这种日本的这样的汉语和同时是欧洲语言的这么一个文法 所以也被叫做欧华中文嘛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是那种很多形容词在前面加的这种方式 什么歌什么什么歌 那其实都被称作欧华中文 他们之所以这样去翻译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跟整个我们要从这个文言文到白话文之间的一个一个改变是有关的 就是说在此之前 他们会认为就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崭新的一个现代的这个世界 其实很多的这样的经验概念情感 其实是无法用以前的这种我们称之为故或者是文言文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的 因此他需要一种新的语言 那尽管白话文运动呢宣称就是我手这个我口邪我心对吧 但是其实我口邪我手对吧 但是其实也以我手邪我口 我手邪我口 但其实虽然说最后也没有做到 但是他们这么一个逻辑是这样子的 那就回到这个应译的这个问题啊 鲁信就是说就是需要去把这样的一个语言结构 这样的一个兽 兽这样的从这样的文法和这样的一个词语 他从一个西方的这个语言 他要带进来 就是你带着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才能更好地去理解一个原作它的反义 那为什么要那这样的应译反而能更好的 因为他把那个兽带进来 而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本土的方式 这不应该是难受吗 怎么会用 是难受 是难受 是让你突破自己曾经的那样的一个 对于语言文字 包括我的情感的一个接受方式 因为就相当于 我们还回到那个茶花女那个例子 他给你带来了这种新的 不同的这样的情感的模型 对吧 你跟一个既体谈爱 所有人都可以去进行自由的恋爱 这个东西是在以前没有 那包括去翻译康德黑格这样的著作 他本身就是有某种特定的语言形式 的这样的结构去书写的 如果说我们把它真的 确实也可以翻译成大白话之后 他给你带来的那种攻击性就没了 比如说我们在翻译这个巴特勒 他在这个导演当中 他其实也传到了这个事情 就是黑格尔语言 他确实是灰色的 他是曲折的 但是他这个整体的形式 结构和内容 他是简易的 对 如果我们把这个统一性撤销的话 可能很难得到某种以上 想给我们一个目的 翻译座的时候我觉得你 像你说的你那样子去做了之后 可能读者更能够体现 更能够体会到原文跟义 我们中文的那些区域 然后在这个中间 反而有一种张力 就它其中这种 你读者好像会感觉 这里有一种不可疑性 这种不可疑性跟可疑性 之间好像有一种辩证的关系 恰恰可能是这种不可疑的 这种东西 然后反而会体现出一种可疑性 嗯 然后 突然非常有趣 对 我也想到了一个事情 就是 我之前应该是在哪儿 听听 听那个刘北辰老师 他翻译那个规讯承罚 其实规讯承罚的那个规讯这个词是 就绝对不是直接来的 嗯 对 其实本来的那个福克那个 呃 应该是纪律嘛 应该是纪律一承罚 对 他说他这个规讯这个词 他也不 我忘了他好像他也不知道 当时怎么突然想到 但后面他在哪儿发现了这个词呢 好像是在《红沫梦》里发现了这个词 对 然后发现 诶 诶这么好就很巧 就像是你自己突然找到一个词 但是你知道 又是在什么梦里找到了 就好像这个语境啊 又有一种 又有一种很衔接的感觉 好像表达出一种 嗯 遥远的相似性吧 有这种感觉 不知道 你 你分色我看 不是 我觉得还蛮奇妙的 他如果你要严格意义上讲 那是 虽然也不能说是错译 但是 但我们现在都去规讯一承罚 而且规讯已经成为了一个文科 黑词 你日常都已经可以用的这样一个词 是 我觉得规讯这个翻译很妙 对就是 我之前在朋友圈里面看过 朋友他调侃这个 规定惩罚的时候 他他就说这个 对 我实在是想不想 他怎么翻了 你也可以慢慢想 就是除了除了惩罚 就比如说在学校里面 就是老师 老师惩罚学生会用什么词语 就是用什么词去描述这个行为 寄过 寄到 不犯 不犯 不然大概就是 他可以翻译成一个 这个我们在这个 从小在学校里面 经常用到的一些 这种这种词语 来去翻 规讯去惩罚 但是那个味道 那个感觉就完全就不一样 对 就是 就是你知道啊 就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 虽然讲的是福科的 规讯一承 嗯 但是他好像延续了《红梦梦》的神秘 就是那本书 因为他是讲大观原理的人 都是被归宣的 嗯 很明显大众也接受了 对 现在如果你要再讲福科那本书 是纪律一承罚 我觉得没有人会觉得 而且会觉得反而 哈哈哈 对 对我觉得 这个怀疑很妙 就因为其实我们现在 也是作为一些比较 初期的这些译者吧 嗯 肯定不可能 做到像比如说刘备晨 这样有这种影响力的这种方案 嗯 嗯 不过呢 这块我可能想请这个 肖富翁你谈一谈 因为你做编辑这么久了 对吧 嗯 你对整个这个中文 理论翻译的一些看法 以及近几年的变化趋势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呀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参加一句 就是因为你刚刚举了很多例子 都是那种民国时期那种戏学东晋的感觉 我看有人开玩笑 他们说其实现在也有一波翻译的热唱 因为包括字幕组 还有包括豆瓣上面那一种 好像又有一种新的一波的这一种 积极学 我们不行才做这个工夫 对 是 所以我说突然插一句 这个这种感觉 好像 嗯 都是通过翻译来进行一种文化传播 然后 对肖峰他这个 经常回在各大平台 对 听你总结一下 对对对 因为你做编辑比较久啊 而且包括 肖峰之前就是编辑 比如可能我们读者常常会阅读 对还有啊 带德雅的这一套 他经常在豆瓣上面骂人 我觉得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些 就是 我比较喜欢的一种 翻译的一种理想或者一种状态 还是 日本学界的一种 翻译的态度 和做法 就是 嗯 我常常说一个段子就是 那个 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一套完整的黑格尔拳击 但是日本的话 早在将近一百年前 就已经有一套黑格尔拳击了 而且后来好像也有了第二套 因为当时对黑格尔的理解还不够完善 就是 中国人他 呃 在 对于 引进 外来的这些思想啊 的这个 上面就是 就是抱有的这种 态度 或者这种精神 就 往往是 个别有 有个别人 有 反正他有这种 一股热情 然后做了一些这种事 但是没有形成像日本 学界就是 比较热忱的那样一种状态 日本人做的事情都很信心 就 我之前看那个纪录片里面 它是一个美食纪录片 我看过日本 都 他就是 反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披萨在日本 就就反正就是日本人总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做的很急 工匠精神 对 可能你说的工匠精神也是我 我可能会觉得这个翻译者 它更多也是一种类似工匠或者或者其实有个更好的比喻就是 嗯我们之前做过一个一套丛书叫卡绒文童就是我们我们认为翻译者他其实是百度者 他 他在各种语言之间百度 嗯 嗯 嗯 对 这其实他其实我们说撑船其实他也是一个 劳作的过程 其实没错 他是 对 对那就是我因为咱们这样也聊嘛就是 你你其实有谈到就是在你同事这个编辑的事业当中你 发现就是最近几 尤其最近十年左右 很多这些年轻译者 来加入这样的翻译活动 其实非常整体性的提高了我们内容 对 对我常常是这种转语 对你可以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就和这些老一辈的这些译者 尤其是可能是曾经以前他们可能没有出国 可能没有严格的外语训练 他们的这种翻译和现在这些大多数就已经在身处国外 可能也有一种法国学界 他们这种翻译之间的这种差别 对 我觉得现在的翻译就是 可能我们现在真的对于大多数西方的思潮 大多数那些学者思想家 他的思想真的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了解 所以我们现在的年轻译者感觉 翻译这些东西都比较得心一手 他其实他不会面对大量的陌生的概念 都要去创造新的一方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其次当然 那个外语水平的这个提高是很明显的 还有激翻 激翻打底 其实这个是完全需要提提到的一点 现在的激翻 人工智能真的是非常强 我们我们做编辑的常常就会吐槽说 有很多的译者他的 他我们以前会说这个人译的差就是他译的像激翻 但是现在我们都会说他激翻 对激翻比他要好得多 激翻真的他对语法掌握非常好 他完全不会把一个句子的主语和辩语搞错 他也不会把词语认错 对最多是意思不太恰当 对然后需要后面再征选一下 对对现在年轻艺者其实激翻的这个使用率 或者激翻对他们的帮助可能也是越来越大 这个比重 对这个还是很提高效率的一个东西 就很多很多东西确实是因为我觉得 学术翻译有的时候也有一点诚实化的这种 对对所以其实就是相比于之前老一辈的这些译者来说 就是因为我目前其实就是其实说白就语道库增加了 就是那些既定的这些词汇概念的翻译 他已经定型了他就好好好好容易去做一些 像我自己其实在从事翻译的过程当中 也有种感觉就是你以前你会看这些人怎么翻译的乱七八糟 好怪怪的是吧 一个词各种都有 但现在大概可能大家有一些这种定型的一种用法 我们就来使用会更加简便一些 对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年轻的艺者 他其实本身就是处于这种 你不管说是在法国或者美国或者就是西方的这个学界 他在这个学界内部他接受到的这样的学术训练 本身就跟这些曾经在国内他们自己去读 自己去研究这个差距就是很大 对这方面也是对整体质量的一个影响 对你刚刚说到那个就是有个语料库 我真的一定要吐个草 我这个头特别想吐 就是因为巴特勒的那个性别麻烦跟身体之中 其实是在国内学界影响最大的两本那个性别理论的书 但是这两本书是不同的意义者意义的 然后我们知道在他那里的话就是性别和性 就是他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就是sex gender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但是在性别麻烦里面 gender是性 他就是性别指的是gender 但是在身体之中里面性别指的是sex 然后另外一个是用性数 就是他用了性数性别 然后还有这个性别和性 然后一个同样是中文性别这个词 一个是指的gender 一个是指的sex 但是在巴特勒那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呀 没错没错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读质量的不下来你会超级痛苦 是 就你不去对英文的话 我觉得就会非常很多低级的概念说 对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mix 对 读巴特勒的感觉 然后这也 太肯定了 是 这也是我想重用强调的呀 就是说 可能对于这个一般的这个读者来说 可能这些事情无关紧要 但是说对于你这样发展搞学术研究 但是人来说 你还是最好能欠缘文欠缘文 或者起码以一个应译本为依托 呃 呃 却想多重译本 比较 也会这样出问题吧 其实这也提醒了我们一点 就是特别是要做学术研究 就我们刚刚说了 呃 你碰到很多那种黑话也好 或者是生辟词 或者是陌生感的词 你都会有一种停滞 或有一种停顿在 就是一定要不要呼吸这种感觉 不要把这种感觉演过去了 你一遇到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一定要找缘文 嗯 而且基本上你只要是读的比较多 基本上就是有个问题 嗯 有问题吗就是你这个 啊有点点不太舒服 或者即便他没有问题 他可以拓宽你自己的语量 就是 就是 对对 而且你你刚刚不是说到巴特勒了吗 就还有一个词 我觉得也值得讨论一下 嗯嗯 就是sexuality 啊 这这个词 到底是干净非常难 嗯 因为因为因为 因为读科的姓史还是叫 history of sexuality 嗯对吧 但是 但是有有两翻译 一个是性见识 一个是性识 然后好像 像牛津那本通识读文里面讲这个的那个译者 还把它翻译成性存在 哦 对 这个就非常陌生的 嗯 而且好像台湾那边他翻译的是性别 就是中间有一个slug 哦 有有有 对就是我翻译完全看不懂 其实我我我其实不太喜欢用这种 补助符号造成这种挺动感的 我会有点不太熟 嗯 我宁愿觉得 我觉得如果能够用即现有的这种 就是自词哪怕你给他习惯惯携帐绑过来 嗯 我觉得舒服 但是如果这个 嗯 如果一个文章里面出现了太多 不属于这个就是 调顶符号 我觉得有点就是好像有点文字的无能的感觉 没有 这种感情 可 但但但三部号可能有时候也也也需要吧 就比如说 如果他他是故意要需要的这种我这意思 比如说 德里达的作品里面算喜欢用各种符号 那我对想想跟大家再聊一聊 就是刚才我们不是也谈到了这种就是从民国一直到现在的一些翻译的运动 而且其实我们整个这种呃知识体系的这种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 其实也是基本上是通过这种翻译来来来来完成的 其实就有一个概念就叫做翻译的现代性啊 translated modernity 就是就是你们对这个东西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我可能我们现在就是翻译的后现代性 哈哈哈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对翻译的很多态度跟当时不太一样了 当时的很多人他他都有一些我们说启蒙也好 或者说他再早一点的话可能还有那种 呃中期西用这样子的一些 他们可能他们是抱着一些呃 意识形态或者说政治的目的 嗯嗯 而我们现在的话 嗯啊 这个技术不真实 对 这个技术比较好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而且翻译也明显大众化了嘛 对 就是字幕 我觉得字幕组在里面其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就是可能决筑翻译还有点点那个还有点启蒙的意思 但是你要看片啊 你看面等个你这个电影节刚刚结束 然后你这个片马上能够字幕组翻译出来 我觉得对于无数这个影迷来说是非常大的这个这个亏讽 对对 而且像我们看就是动漫之类的 对对对 动漫立马都是翻译出来了吧 就是字幕这样 对 不过我想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你想我们刚才不是也举了很多例子 不管是鲁锐啊 林书啊 然后等等 就是说 嗯 翻译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从A到B 从A语言到B语言的一个 对于某一文本的一个等价的一个转移过程 就它它其实是跟整个这个现代化的一个进程有关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东亚的这么一个主体 对吧 一个民族国家来说 就是你的这种知识体系的这个建构 其实总是已经被世界或者甚至是被西方所影响的 你是通过这样的翻译来去公诉自己对于自身的一个理解 但但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复制过程 所以它有一种接受的过程 有一种这种能动性在里面 我是这么去理解这个翻译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我去读白亚明的这个文本的话 我觉得它其实没有这个维度 就是缺少了一个更大一点的这种社会层面的一个维度 就是一个对在西方以外的这么一个物体 就因为我还看了一些究竟直处的讨论 就是它是基于这个the West and the Rest来 就是说就是我们在这个西方学界 其实经常会把这个非西方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地区 看作是一种不提供理论 而只提供经验的一些客观存在 而西方呢它是提供一些普遍的这样的理论的一个东西 就是对这个这一点 其实我们又可以跟我们自己的学术生产经验有关 因为你们不也经常吐槽吗 就觉得现在我们学理论的写论文就像写的好点的就像一个导度 然后完全没有自己的这种原创性对吧 对就最多就是给别人当个助教 而且你能当助教都已经算写的不错了 因为写的不好的人可能就是在那里胡说八道了 对对然后再讲什么对 就是我想提出的就是说你们怎么去看待这个理论 之间的在东西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 全力未接的这么一个关系 对就是尽管我们确实也是在做这种的翻译工作 但是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可能也不希望 懂是被大塌着对就被西方牵着鼻子走对 你们你们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吗 但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 比如说那个某宗三他在拜一康德的时候 他就有一些词语他觉得跟儒家的思想很像 跟佛家的思想很像 他就故意去找了一个佛经众的词语来跟他对应 包括包括文雅明他们也会用道这个东西 对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 嗯就 或者说这样一种做法能去行 对那这品呢就又回到了那种翻译者的agency 就是他有创造性的 看你是想往哪一种感觉上带 对因为某宗三毕竟他做的还是中国哲学 他不和西方哲学 他某种意义上是想用这个康德去重新去 重构中国哲学的那些东西吧我认为 对他的理论意图应该在这个地方 他可能不在不在康德 对你看他的翻译者的任务就就显现出 对对那当我想说就是说就是 他确实就我觉得好像可能中国学界至少在国内的这些学界 甚至还有我在法国遇到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没有像在美国学界的合作学者去反思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西方一直在生产理论 而这个非西方就只能提供这种经验 其实我们自己自身在做这个理论研究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遇到了这种问题 甚至是我们虽然说表面上是在读理论做理论 但实际上是想用这些理论去处理我们自身的经验 但是似乎至少在中国的这个学界里面 我并没有看到很多自身经验表述的更加清楚的这种一种情况 甚至是在地化的一种处理和脉络的这种研究也很难出现 对似乎他又重新加剧了这样的一个权力关系之间的不平等的状态 但是但是我们所说的法国理论不也是美国人创造出来的 也是美国人用法国人的理论 然后才有法国理论这种情况 对对那那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当作是美 法国人给美国的那些理论家提供了理论源 但是美国人的在地化经验化又是他生成一种新的学术话语 是啊但那你觉得他们成功吗还是咋 就是就我跟你说一个这个我自身的感受啊 就是你你带入一个更具体的这个情况或例子 你就能明白我想要表达什么 就是不分是这样的就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在西方学界你如果想去生产理论 这个也叫困难的事情 就是你作为一个非西方的这个这个这个领域 对似乎我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还是可能在翻译这个层面 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像萨特这种人在西方特别是在法国应该是影响非常大的对吧 但是在中国你有听过专门做萨特的人 他好像就是蜻蜓点水一下对吧 但是他当时在法国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现在反倒是通过就是那一帮就是 法特的侍妇者就是像福克啊或者是他们这群反反反反反起 或者是反现代有有种那种叛逆精神的人 再去再去反过来接触萨特他们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接触的理论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就是反西方 不能说反西方中心主义可能是反启蒙 我们接触包括尼采然后后现代这一块对 我不认为他是完全根植于西方传统的那种经验的理论 他已经是一种这后现代理论真的就是碎片化 碎片化到任何地方他都可以扎根生长 比如我们21世纪初的时候 中国特别在思想界特别流行的就是施特劳斯的思想 当时很多人都在谈论所谓中国的世派 当时他的思想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大 而且很多对他的解读可能施特劳斯本人都不会认可 这种其实跟你说的也是蛮像的一种 对就是对我想说的就是 因为刚刚大海强调的就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这种中西亚分 好像就是用英文的就是西方的 但是可能西方 就是暂且不说这个西方 它还有很多语言 而且哪怕是同一种语言 卖多里面它也有很多自相反抗的地方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当我们去用仪彩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哪种意义上的仪彩 我们本来就已经站在就可能就已经站在了 就很奇怪 就是好像我们没有这个现代的这个过程 就直接跳到了后现代 有这种感觉 某种意义上是的 那我可能继续更去画一下我的这个问题吧 就是说 就是说你即便就是说 我们确实也知道很多的这样的后现代理论 对吧 它确实在某种层面上也是反对这个形的 但是它的一个语境和应用范围 就是至少在它的这个范围层面 它还是站在西方反对西方 它是在一个西方这个思想传统内部来进行反对的 我想说的是比如说像后殖民这样的这种的理论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非西方的一个理论 因为它身材于比如说印度 都是一些印度的这样的地方 来站在这个殖民地的这个角度来对这个西方 对殖民者对于宗主国对于中心进行批判 所以就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 似乎我们这个国内学界 它还是依然有一种加固这种西方思想理论 而非西方只能提供经验 或者是跟着西方走的这么一个 那这个也很有意思 那这个你也可以说 那女性主义用那一套都是挪用 那个杨聚洛格斯吗 都是用的男性意识经济的那种方式吗 就是也有这种语言的诺语 不会吗 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某种意义上 其实我们也期待一些更加具体更加在地化的 这样的理论的表述的出现 而不仅仅都是只是在对西方进行翻译 对吧 而且你就算是说女性主义 那我们读的这些东西 它是不是也都是什么 就除了上野千赫兹以外的吧 虽然说它可能理论上 贡献也没有很多 但就是还是什么伊利格瑞啊 这个巴特勒啊 这还是 他们还是一个西方内部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理论生产者 嗯 就是说我想问大家就是说 不管是作为翻译者 还是在这个非西方 还作为理论的一个研究者 对吧 你们都看待 你可能总是好像会觉得西方跟非西方的这个对立比较大 其实我但是我会觉得西方很多东西它其实是个普遍性的东西 就是没有必要嗯 就是拿特殊性来跟它作为一个对立 很多很多理论思想 我觉得它它它都是具有普遍性的 它也是有于中国也是有于西方 那这个我同意 这普遍性它绝对是有的 我依然是认可 但问题是在于就是 这个关于中国的特殊性 它没有被讲述出来 你知道吧 就是你哪怕要批判的对象 我们是不是也 也得把这个特殊的这种批判经验 要表述出来 就是这种这种一个表述不能 或者是 inarticulability 对吧 是让我觉得比较难受的一点 对 就是似乎 但是如果用北亚明的那种讲 那种形法就是可能 因为刚刚萧峰讲的是那种普遍性和特殊性 但是北亚明它不是完全走这个 它还是那种星座嘛 星座你很难讲它是普遍性和特殊 因为每一个星星它们连接起来成一个星座 它本身就是你很难说它们可以完全分开 它们也不完全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对吧 也就有种碎片但是又能够拼在一起 对 可能有点虚 对 但 就是 这也是我觉得 就可以 可以讨论这一点 就是 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对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 这词它就是没有办法完全去指向那个具体的物 因为你当你比如说我说我指一个苹果 当我这个词就真的是指向一个苹果 我这个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它就等于物品本身了 所以 所以在我看来 特别是作为一个翻译者 应该把我们使用的概念 或者是我们意见怪的词语 跟你所指那个具体的东西 一定要拆分开 它们不能等同在一起 它指向的一定是一个 你说潜在也好 你说潜能也好 绝对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可能大海尼就比较学成那种实在的 可以拿起来使用就能反抗的工具 但在我看来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潜风怎么看待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像黑格尔那里 谈到的词语味的关系 它就是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精神现象学 然后它其实每一章 它讲的都是这个意思 它的这样一个历程 或者说理性 或者说概念 这样的一个历程 它第一章就是在说感性确定性 它里面它的副标题叫做 这一个和异味 然后它就说的 这一个或者说我们此时此刻 然后到时候它时间转换了之后 它就物其实就无法对应原来的那个词了 但是潜格尔它的最特别的地方在于 它认为这个词与物之间的这个分裂 是应该去保留它 是应该在要它的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才是辩证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刚才 彭雅明好像他 他会有认为曾经的话 有一个阶段是词与物 它是以亲密无间的这样的关系 而且这个 这种状态好像是应该去 去向往也好去 它有种怀旧气 对 然后我觉得在佩格尔这里 它好像更加现代 它有种现代系 它其实觉得 词与物的这个分裂已经发生了 并且是无可挽回的 但是在词与物的这种分裂和拆分看来 好像一样 他们就好像使用了同样一个 路标好像是一样的 但是指的方向好像不太一样 对 其实我就比如说 咱们去图这个 比如说戴景和这个张旭东 他们的一些著作写于90年代 比如说这个物中风景 还有张旭东 什么这些风景的预言等等 这些东西 比较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种 词与物之间的一些 一些它跟一些内美的关系 对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这种东西跟80年代的这个萌萌诗 其实也很像 就是你有很多想去表达东西 但是你又不能去说的很明白 很清楚 所以你要以一种很萌萌的方式去表达 它那个物中风景就是就是这种感觉 对吧 但是就包括我们现在大家去使用这样的一个 对 但是我觉得肖峰他们做的事情 并不是朦朦朦 对像像我们比如说诗歌翻译 比如说保罗次兰他译的那个法文的诗 你真的就是看那个法文跟那个德卫 完全就是两首诗 他们文学翻译可能 而且大家会觉得这样的翻译更好 会去推崇它 其实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我们建国之后 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有大量的非常优秀的学者 他们因为当时的各种环境 所以他们没法去很自由的去翻译 就是大量的把西方的一些思想引进来的时候 他们他们其实他们其实会有一定选择性的去翻译一些东西 就是在我们当时的那个框架下又能够出版 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 比如说因为因为马克思的缘故 所以我们可以去读德国的古典哲学 他们就会去选择翻译这些 这些东西在当时的话其实都是内部读物 对对包括小芳那个你就是 那个我给你介绍那个就是讲列宁的那个翻译 其实可能我们现在再去讲什么 列宁可能会觉得在理论里面似乎会飞成老土 但你接触那本书对你可以讲一讲 它也是看上去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入口 但是里面却会有很多新东西 对这些其实就是好像他们在发掘 很多很多看看起来已经是 呃在固执里面对成就的一些东西 但是他其实还是可以跟现代的很多东西联系在一起 比如那里面有一篇文章 他就是把当时呃呃练年的很多东西 跟现在的那个黑命攸关的运动 嗯去联系到一起 他会觉得现在呃很多运动我们需要的 嗯需要的一些革命精神也好 或者说是是面对一些处境的那种策略 还是当年就是在十月革命的时候的很多策略 是可以拿过来借鉴的 做做做编辑和做益者有有有有对于你来说这个感受有种不一样的吗 对我我觉得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我不是把自己当做一个益者或者编辑 我觉得我更多还是把自己当做一个读者 我觉得我是在呃去我是觉得我我觉得作者的那个东西我读了是那个意思 然后我现在我看到的这个中文它是这样子呈现出来的 嗯我觉得不对 对然后我更多是站在读者的这个角度我觉得我们读者看到的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东西 就好像嗯 我觉得益者跟读者可能是同一个群体 就我现在谈话谈下来我觉得肖峰他确实很愿意把自己放在原文的语言后面 然后做一个百度人之后他的表达欲没有我们其他的嘉宾那么强 对那包括你你其实算是你是自由译者 你觉得自由译者可能他的优势在哪里 其实顾名思义的话自由译者就是比较自由 因为我我可以去选择我想要翻译的东西 因为我不是去完成一个任务 嗯就我觉得我们常常吐槽那个翻译的现状往往就是因为大多数译者他其实啊 对自己的译本不感兴趣对不了解对他其实是一个任务 我们我们说翻译者的任务翻译者的任务呢肯定不是去去把它当做任务去翻译出来 我觉得翻译者的任务还是在两种语言之间对嗯 包括包括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在逗边上看吗就是给译者的这个工作费很低 签字几十块钱 签字几十块钱 签字几十块 签字一百现在都是很少 一般都是在一百以下 对而且还得还得互相应聘 但这样但这样其实对翻译是非常不好 对不光是在翻译对整个学术的这种生态也不是特别好 就其实这个从大了说的话好像就是整个搞整个学术都是有这样一种心态 我觉得就是他们他们更多好像不是在为了就是大家之前说了就是他对于那个理论他他好像没有去说我是站在嗯我我作为一个说中文的人的这个立场 我觉得那个理论其实是应该放到中文世界去呃扎根发芽开花这样子嗯做很多这样子这样看嗯哎这种是不是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文科黑化呢就是在做学术机械的时候还并没有想因为因为虽然虽然说呃我们有些翻译确实也非常的几句熬牙也很难成为普通人用的语言但是我们还是想让他活化的还是想让他普通人或者是想让他 想用的时候能够用得上他就是想让大家尽量理解嗯只是说他可能比较难理解但是我们还是抱着想让更多人理解他的这个心就像江峰刚刚刚说的 其实你这个说到其实就是这个理论他他有没有用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其实是有用的我觉得嗯刚才也说到就是在六七十年代他们很他们其实是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他会呃比如说周作人当时他就是 嗯因为他是汉奸所以说他那些都不能做他就去翻译那个古希腊的嗯那个悲剧他就去翻译那些东西他可能借这种东西他也想表达他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呃到了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面临的这个处境我们现在呃 很多东西就是消费社会资本主义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比如说现在中国 齐泽克就比较流行他的很多东西我觉得是能够 用来分析这个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理论他其实还是很有用的对 嗯包括包括我们现在觉得就是批判理论那些东西就是可操作性很强而且就是怎么说呢 可能我们在对理论上也不要那么原教旨主义就像本雅一说的原文可能翻译者的任务是尽量的忠实于原文但是使用者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想对就可以让他符合自己的生命经验吧嗯对你皱起了眉头是怎么回事不是就是怎么看待现在这个比较流行这个比较流行因为他本身他写的都是一些很小的碎片还有包括一些新闻评论 这也很我们那些搞新媒体的人也很能很快的把它摘下来而且东西也不是很难 完了就一下就能够翻译出来很快的就能够捧红他好像翻译者也捧红了一些理论家 然后因为齐泽克火了然后他讲拉康拉康好像也变得很平易近人 因为刚刚你讲的那一些都是就是比较具有启蒙色彩的翻译就是大家还是有那些后面我们也我没开玩笑说现在有点就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这个翻译作品 然后也有很多那种学术翻译像那种新媒体翻译像转移 包括我记得当时新冠期间有很多公众号大家都是集水像阿滩本的那些东西 当然我们那个沃尔普集也翻译了很多对 其实包括包括校风也是他翻译了很多东西 完了当时我们不是还找了很多那些什么在世主学家翻译像南风管 对也都是一些很近代的东西 你你你怎么看呢就是 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不是之前也提到说后现代社会就是这些东西他现在可能他都可以被称为是一种信息 嗯 他都不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东西 好像好像比如说后面的呃我们说德里达也好齐泽云也好他他好多谈论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为是一个信息 他的很多批判好像跟之前文雅明或者再早一些人的马克思的批判不太一样了 嗯 他们好多东西都是 嗯 好像好像就是很简单的告词 会贴建我们的生活也 嗯 对飞入寻常百姓家 理论 哦 但也不完全是因为因为因为你做编辑嘛其实也是跟学术打大家的 也会也会接触学术的翻译 但为什么你会觉得学术翻译还不够吗 就是光把那些书翻译出来还是不够 还是得做一些这种贴近生活的或者是讯息类型的这种翻译 才能够是补充的吗 不想 我觉得还是一种补充 我觉得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进入学术作品 就是我觉得这里他其实呃很多东西他可能过了过了一段时间 比如黑格尔的东西在当时也是很难懂 感觉他的那个背景已经有些陌生了 嗯 所以大部头的书可能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 嗯 就是完整的 但是碎片化的东西怎么说呢 他他可能是不是该像一个刺激或者是一个讯号 就提醒我们这个东西很重要 还是说他本身就是有一些理论家 他的他的那种创作习性可能是不是比较符合新媒体式的翻译 对如果说齐泽克的话肯定是这样子的 嗯 他他其实就会有意的去把自己的写作去俗化 对我记得你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是就是想讨论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翻译 嗯 尤其是一些理论资源的选择 似乎更多的一些后现代理论 嗯 而不是曾经的这些现代的人 嗯 对也是其实也是也是可能就是那个语境跟我们现在 嗯 不太太贴合不太符合我们对这场生活的感觉 嗯 就是我读这个军景直数我讲军景直数 他的一个观点是认为就是这个translator啊 这个翻译者他绝对不是一个个人 嗯 就就就吧 他是他是一个集体 嗯啊 就是怎么来说呢 就是说翻译者之所以能够把某些东西翻译到这个社会当中 他其实是带着一些很集齐的经验来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这个其实还是很明显有的 其实你看我刚开始翻译的齐泽课的东西 其实他的东西就已经是有很 我我我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中已经有很多目标的受众了 比如说 比如说就是之前大家在广州的一些朋友 他们其实其实就很熟悉这些东西 我说的这些东西我我跟他们其实是能够处在同样的一个语境中的 嗯 假如说呃我们倒退到20年前 喜泽课第一本书嗯 那个意识形态对崇高科技刚进来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在讲什么 里面的每个词好像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对就连梦带猜的 我和现在连钱都看不过 是吧 哦对这是肖峰想说就是他做的一些行为活动 包括为什么重新又去翻译一些有关推改东西 也是去为了去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齐泽课 但是对于齐泽课的一个呃理解的欲望 其实是来自于整个呃时代背景下的一些所依青年的这样的一个集体的欲望 嗯嗯哦对这个好像一直是这样这一百多年好像一直是这样 他们梁启昌他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会会去翻译那样一些作家 比如他们当时会推崇卢梭啊或者什么人 他当时就是会有那样一个氛围 对然后到了50年代的时候嗯 他们就去翻译的一些对50年代其实他们当时也也有翻译萨特的东西嗯 他们当时萨特在外面火的时候他们也会感知到存在主义他们虽然他们当时是在批判嗯 但他们也会去翻译这个 到了80年代就是尼采热 海德格尔热嗯 对然后不过我刚才也讲到就是90年代之后自由派也翻译了一大堆嗯啊对对对 90年才到时候啊 然后包括其实我个人的这个思想经历其实也很遵受这个 那样他们的影响 但他们翻译那一套东西的影响就是还没有到失败的事还是那个 中国与世界的那那一套红书就是哈德格尔呢什么的西方现代哲学 他这个就是我们选择在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整个集体大家选择去做怎样的用翻译选择这样的文本 其实都是Mori上反映了 那个时代的一些焦虑渴望 对 那这样子就像是 你看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从书 可能作为编辑来说 他会是去选 就是一本一本的书 然后给他挑一个好的译者 然后如果是像自由译者 他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主动性 你可以选择自己想的译者 然后你就得好像 又更加敏感 比如说你可能觉得 这段时间好像 这些人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然后我就去翻译这个 就包括现在我们的很多 很多的那种 公众号 新媒体 对对对 你像杰森志嘛 他们就是搞人类学的 然后职设社 他们就是偏那个哲学批判的 然后像表真 就是比较偏文化研究的 然后还有就是 郭先生他们是不是 还是比较偏艺术 对 偏艺术批评 艺术批评 就每个公众号 都有自己的个色在那里 对 那你也是挑一些 符合他们调性的东西 然后 然后就 给他们传 对 这样听下来 其实我感觉 搬一直好像在现代 这个能动性都没有那么大了 是吗 其实有点被动的感觉 好像我们是 不自觉的去 追随了很多 保留社会上的仇良 但是 但我觉得也 主体本身就是在结构之中 在社会之中 但是你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但它也代表了你某种自身的意义 可能你会觉得被动 我觉得是 不是因为翻译者本身的能动性介入 而是因为翻译者更加个体化 我们不是一大帮的人作为一个集团 或者是作为一套童书 就那么那么一帮的一大群人去做这些事情 而是单打独斗 可能可能作为艺者来说会有这种感觉 就觉得自己很薄弱 但是作为受众来说 应该还是觉得蛮惊讶 对 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 因为我自己接触到的都是 20世纪后半叶的哲学家比较多 他们其实非常喜欢玩修辞 玩文字游戏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难道哲学家他都是 说话那样说话的吗 他平时也是那样说话吗 后来我自己的阅读中 我会发现其实不是 他们在讲课的时候就非常的好 比如说 德里达的很多演讲 他后80年代的时候 一直在美国上课 那些课堂上的那个文字 非常清晰的易懂 再比如说阿多诺也是 阿多诺在60年代的那个课堂 记录下来的这些讲稿 也都是非常好懂的 完全不是像否定变成法院那样灰色 所以我就觉得 访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结果文在入口 而且我比如说一刀 一刀他就 就觉得你就他妈去读这些讲稿 能学到什么东西 你都输你很多 你先把这些东西搞明白了 你再去读这个远处为大不头 你进去你也找不到方向 对那这么说这种 碎片化的这种翻译 就真的就是可能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碎片 但最后面确实能够构成一个整体 就是你对这个人的整体的理解 或者是你觉得应该 你感兴趣的一个理论问题也好 还是一个理论人物也好 因为你读黑格不一定是为了了解黑格 就算我们读黑格是为了了解吧 对对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大多数人都真的不会是 我一辈子我想做这个专家 我想成为黑格的专家 我想成为康德专家 大多数人都是带着自己的那个 问题意识 对但这个问题 可能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潜在的 因为刚开始你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问题 对你也只是抓到了一些碎片 那最后我们都都通拼西凑凑凑凑 发现原来我打碎的瓶子是这个 嗯 是 原来自己的裂缝这样子 对 这个话也非常的本雅明 反正我们就是本雅 包括你不是也想的就本雅明 我觉得本雅明 他就 对有的人 可能一方面我们会觉得 他非常的怀旧 然后就是 包括他谈论柏林童年 谈论一些回忆啊 这些东西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说嘛 他是我们同时代人 他好像对我们现在的这种技术也好 还有这种 生活经验也好 包括对当下的很多这种 历史哲学的判断 包括他影响阿甘本的那些 谈论纯粹暴力什么 你会觉得 理论的穿透力好像 能够体现在一些厉害的这些大学 对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让理论获得了生命的力量 就是这样 可能伟大的思想这样 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 也是翻译的一种 就这些东西 如果不翻译的话 就 作为汉语读者 就不知道这些东西 对对对 所以哪怕刚开始是糟糕的翻译 那也总比完全沉默好像没有适应 还是让应该用更多的语解语 对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其实就是因为我就是研究唐西埃 唐西埃有一个有几个翻译挺糟糕的 尤其是那个起义 哦 sagreement 对 因为我读中文确实也怎么读不懂 我读英文就读得很懂 但是 maybe就是 基本大多数的人 知道啊 知道有这么多人 会愿意去学习 去阅读 去理解 对 对 这是一个 坏翻译的一个好效果吧 那我觉得到节目的最后 我觉得可能大家可以聊一聊 自己在翻译当中的一些收获 经验 对 对 对包括 包括也可以就是谈谈自己觉得 翻译者的任务是什么 因为任务这个词 其实在汉语中间也有很多的意思 对 因为我们可以说那个任务是老师 导师给你布置的任务 你也可以是自己认领的一个任务 或者是作为职责 作为天职的这样一个任务 对 你像 哪怕同一个词语在 汉语经里都会有不同的意思 你跟别人说是 汉语经的 所以 以后我们自己的 参与经验吧 我觉得都可以谈 对 包括 包括也可以谈一谈 对以后的一些期许吧 或者是自己以后的 这种计划 都可以 我觉得 我觉得说到任务 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个误区 就是 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 好的一作 它是要去代替原作的 其实伯亚明也会批判这样的 对 就是我会觉得很多人 他 他会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做这个事 但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态是不对的 就我们 好的一作我会觉得 退到门子 大家看到这个的时候 他会 我觉得我的很多作品 人家就会看到一句话 他会觉得 这句话说的真好 他要去看一下原文是什么样的 那个原作的时候 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我觉得这个 是我想达到一个目的 那你以后 对你这个翻译 有没有什么规划呢 还是说 就是 或者对你来说 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对我觉得是基本上我每天都会固定的去 哇 翻译 每天翻译大概多久时间 大概 可能 不定吧 就是短的时候可能就半小时 然后长的时候可能两小时 这样子 基本上平均每天都会付出这个时间 对那一次我找他帮我叫巴特的时候 我感觉我俩 就是一天的时间 然后 从早到晚 打电话 打了大概 他 十多个小时 然后 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我甚至让我感觉到了那个 在 在唐朝的时候翻译 佛经的感觉 就是 真的 就是 唐朝的时候他们翻译 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会反复地讨论 就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能不能译 假如说他不能译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应译 嗯 我 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最大的体会是啥呢 就是感觉是 是你 你比单纯去读这本书 你对他的 理解和认识要深刻非常多 啊 就是我 我甚至觉得翻译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方法 嗯 就 因为 以前我本科兽也跟 同学 上一上学 读这些课嘛 然后我 班里一个非常学习好的同学 他就是 带我们学习的方式 就是说 我们每周定期去 读这个文本 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 然后他说你 你这个东西你得 知道该怎么翻译 才证明你读懂 真正读懂 对 而你单纯只把英文过一遍 其实你很多东西都会漏掉 啊 然后包括他也举了很多例子 就是说以前 人们在学这个折射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 边 边看 然后边翻 对 我们是因为有一些出版的计划 所以才来翻 但是他们可能甚至是 在学习的时候就 就在翻 比如说 还是李某的这个例子 对 对 那然后我 咱们俩的这个经验是 比如说翻译巴特这本书 我觉得是 非常好的给我 自身去理解 整个法国后绝构主义的一个 一个渠道吧 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都会对这个法国人很感兴趣 但是在中文学界的这个有限的这个从事当中 其实很难去找到一些进入它的方法 除了一些这些好的一些拜德亚的导读以外 很难有一些很以西化的方式 脉络化的方式 对他们进行一个串联 所以在这个层面呢 基本上是很缺失的 我们并不太知道这种 整个后结构一代 整个六八这一代 他们跟之前这些思想家之间的关系 对我来说就是 因为我们在接触法国理论 我很想知道 美国人他们是怎么接触法国理论 对 其实我在翻译黑格尔的过程中 也有这种体会 就是我在想 美国人看的黑格尔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常常说法国人 我刚开始接触的也都是法国人的黑格尔 后来你会觉得 美国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包括我 我去年一年都是一直在 就是很苦苦的去研究黑格的逻辑学 我一直很奇怪 为什么 他好像在很多人的眼中 他的后半生都在拼命的去搞逻辑学 他不停的修改他逻辑学 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逻辑学对他来说这么重要 我觉得 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中文著作 无论是翻译过来还是中国汉语原创的 都完全无法看懂 于是我就去看了大量的外文的著作 去把它们翻译成中文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 就提会到黑格尔的很多细微的用词和他每个章每一节之间的转折 这些很细微的东西 因为他很多作品和文章他甚至只讨论黑格尔的一个章节 就拍摄讨论 为什么他从这个概念讲到那个概念 他们之间是怎么过渡的 然后你在翻译这些的过程中 你就提会到这些微妙的 对 那对我自己来说的话 其实在一本书的封面 译者可以跟原著者放在同一个 用同样的情绪 其实我觉得这个译者还是有点不配的 对 但是你知道吗 就有这种分享他的这种光阴的感觉 就没有这种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译者跟原著者就会有这种连接 但我没有想到是译者跟译者之间也会有这样子的连接 其实包括我们三个人 可能是因为翻译这个事情给我们连接在一起 而并不是跟某本原作有什么关系 没错 对 所以我觉得这点也很奇妙 包括今天其实是我跟肖峰第一次见面 我们今天翻了一下聊天记录 我们第一次聊天记录 好像是在2019年 对 非常神奇 对 很早很早就网络上接触 但是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然后我真的非常开心 我觉得好久没有跟人说过这么的话 嗯 对 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翻译者的任务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翻译者会有自己那种幸福的地方 对 我觉得开始行为为你 宝斗的任务在这里 我是四个颜 000 我越来越 wide 都是四个颜 00